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我们在蓝展有看到凤尾兰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的凤尾兰 就台湾的品种的凤尾兰就是长成白花红芯 白色的花 红色的芯 每年在春天的时候会开放 那今年我用特殊的养法 就是把它一条根丢在水里头 你们看到这个就是它的特殊养法 你看它的根继续长 它的根继续长 不会烂掉 就是继续长的根 那长得非常的好 那也就是这样子以后它就不缺水了 不缺水的状况下呢 你会发现它的叶子慢慢会膨大起来 然后会长得不错 而且它的这种的开花性都不错 台湾的凤尾兰它的开花性一直都是不错的 每个个体会有点有差别 但是其实基本上都不会差太多 这种凤尾兰比较怕的是红蜘蛛 它怕掉叶 那掉完叶子它就整个会死掉 如果没有掉叶的话就是这样慢慢长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们那个蓝盏上面的这个凤尾兰非常的长 大概长到150、160甚至到200公分 那非常的久 因为它长这个枝条 我们通常它长一个枝条 像这种枝条长出来往下拉 它会开始往下拉 慢慢的垂下来 垂下来的时间需要很久的时间 它这一条就一直往下长 一直往下长 那前端如果没有死掉的话 它就一直往下长 然后长到100公分以上 长到甚至200公分以上 要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你看那种大型的凤尾兰很漂亮 对不对 它长非常久 那个时间累积出来 所以其实会得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它非常的 就是这个要长很久 你看它一年可能才长这样子 那你可能要长到200公分 可能要长个五年或十年以上的时间 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这种品种 就是它长的时间是有点缓慢的 那基本上呢 它不怕浇水 那算是一种非常强韧的物种 它最怕就是红蜘蛛 记得如果有红蜘蛛 它要喷药 不然它会一直慢慢掉叶子 它掉掉掉掉掉 你会发现它叶子掉光 它就死掉了 那它有时候呢 通常它有几种繁殖方式 一种从底部长出新芽出来 另外一个在结尖的地方 有可能会长新芽 我现在没有看到 不过有些地方在结尖的地方 它中间会长出新的芽点出来 它就会长在中间的地方 然后长新芽 然后再从这边再往下长 特别是有些枝条 如果在中部死掉的时候 它就是从中间长一个结尖 然后继续长出来 然后它就会继续往下长 那这个是它的特性之一 特性之一 非常有趣的一种兰花 算是一种小小可爱型的兰花 台湾的凤维兰 那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什么什么 会什么什么兰的 蛮复杂 蛮难念的 不过我们通常都称为它会凤维兰居多 那菲律宾版的是红色的 那我刚好菲律宾版的也在开花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菲律宾版 你会发现说两个颜色完全不一样 菲律宾版有几个颜色 橘色的红色的 橘色的 橘色有两种 一种是框边的 一种是没框边的 那红色的是纯红色的 那听说菲律宾版还有白色的 不过没有看过 没有看我是没有看过 听说啦 听说有跟台湾长非常像的 那不知道是不知道 可能以前很进口的时候有个 后来因为这种兰花 太好繁殖 所以大部分都在台湾做繁殖 就不太 后来就没有进口 进口国外的进来 你会发现台湾就种很多 因为它毕竟不是热门花 它算是冷门花之一 就是很多人就是种好看的 那因为它开花可以开的 层层叠叠叠 有没有看到 基本上只要有枝条 就会有花 有没有 那所以很厉害 它可以开一个 你可以这样算 这样好几朵 这样其实有一二三 可能这个就有十朵左右 所以它这样开起来 还是有上百朵花的感觉 只是因为它的花非常非常小 所以让你感觉 它就是少少的这样 不过它其实花数非常的多 因为它都是这样一球一球开 基本上捷尖 如果你开得好的话 它可以开满整球 非常漂亮 就是去年的枝条 而且它去年的枝条也会开 今年枝条也会开 它不只限于去年的枝条 它每年的枝条 就是去年的枝条 因为它只有一条枝条 会继续往下涨 那这个枝条上就会继续开 它不是有像石虎兰一样 虽然有些是去年枝条 它就停了 它就不开了 这个不是 这个是去年枝条也会开 今年枝条也会开 就是新的枝条跟旧枝条 同时会开 所以它会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然后越开越多 所以如果到大型个体的话 它真的是可以开得蛮漂亮的 而且蛮壮观的 你看下面其实都还是有 你看 都是 而且它非常好重 它只要中光以上的程度 基本上有人把它吊在门口 我看之前到原住民部落 有人把它吊在门口重 算是非常好重的一种兰花之一 你看它根部非常的旺盛 它整个爬满 这个都是它根 基本上反正就是很耐平地的气候 在原产地在台湾的山区 它有超过两公尺以上的长度 有些甚至到二点多公尺 很夸张很长 那非常的壮硕 所以这个算是一种 台湾算大型的原生种的兰花之一 那算是比较 我觉得算是初学者蛮适合的兰花 因为说真的它蛮耐干的 但是喜欢潮湿 你给它 你给它像我们看 把根部丢到水头去 它也是长得不错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种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物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红色的 我们看一下红色的 然后把它调到隔壁来 这个是红色的 这一颗 那这一颗呢 是菲律宾产的 它让我浇水浇的比较少一些些 不过它今年还是有开 不过它的颜色已经开始变淡了 你看它 它是红色的 那初开的时候是先红色的 那像这一颗 我觉得它的红色本来就比较淡 有那种强红色的颜色 那这个应该已经快卸了 所以它的颜色已经转成淡色 你可以看它跟台湾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一类型的有蛮多颜色 它有橘色的 然后也有很多颜色 你看这个就有中间会长根 它从中间长出根来 那其实它就是一条枝条 一直往下长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呢 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好有趣 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浇水 就是这样干干扁扁的 那如果你给它足够水 它叶子就会长开 叶子就会长开 所以跟水分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你 这种兰花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重 而且非常适合当那种中日照的环境 它比较占位置 因为它大颗 那大颗起来会非常非常大颗 甚至有些到 我说有些到两公尺以上 那你看两公尺以上 它那个大小就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简单来讲 它就是可以当大型的一种 庭院型的植物 而且开起来是满开的状况 会非常非常多花 那每年都会来花 而且很准时 只要你照顾好的话 它基本上是不太会 不太会不开花的 因为开多开少的问题 开多的话可以整串 全部都满满的 那开少可能就零零散散的 就看它的状况 看它每年的状况会有所不一样 那菲律宾产的是跟台湾的个体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差别是它在开花 开花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不太一样 那花期会不太一样 菲律宾产的像橘色的 有分成两个花季 一个是在冬天 一个是在夏天左右 比较偏夏天左右的时间 两个花季不太一样 那每年的台湾的大概标准版 就是开在这个时候 就是开在春天的时候 所以跟品种也有关系 你会非常有趣 因为这个就是这样子 它的不同品种 菲律宾的品种 它开花季刚好分成春 春跟 算是夏跟冬 夏跟冬 那台湾算是春天 所以如果你种了满三个品种 其实你可以是从冬天 春天到夏天都会有花 那这个花季其实蛮久的 看起来好像小小的 它可以维持在将近快一个月 好 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 这个是台湾的凤尾拉 现在在开花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